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空照图呢 这是从Google上的空照图 都可以看到那条河上面 你看看旁边的河那个 我们画出来的是一个黑色的 我讲这个事情已经是数十年的案例了 那就是中华紫江厂现在变成永丰渝所掌握的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我在上个会期也提过 那主要提这个案子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你要做交接 我不晓得我们的省书长有没有跟你交接 那么我必须要交接 这个交接就是说 我们还在追踪这个案子 那么目前在司法的这个程序里面 法院是说这个案子还在行政诉讼中 所以他不处理 可是人民是已经忍痛忍耐了这个数十年 更何况你刚看我站的那个地方 还是一个民众休闲的一个脚踏车步道的地方 他就看到他就看到政府 就眼睁睁看到政府对于环境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想请问环保署 这个您接任署长以后 你如何在这个相关的很多重要的污染 就像刚刚林委员提到的 很多重要的污染源这些部分 你怎么样进行交接跟追踪考核 谢谢您刚才的一些提示 我想我也在我的那个交接典礼上 特别说了 执政是连续的 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 接力赛的赛保选手来想 那么这些工作都要持续下去 您刚刚特别提到花莲的这个案例 我想那个图那个照片 就是某个意义上的罪证确凿嘛 我想我们的这个督察总队呢 应该要即刻再去查这些事情 署长 前署长还跟我提到说 环保署都已经派员住在里面了 那我是不是请我们的同仁来报答 所以你想对 跟委员报告 在上个汇取委员也有指教这个 中华紫浆这一个永鸿鱼 永鸿鱼这一个厂 那我们总队也派了北区都大道队 到现场去了联系住厂的三天 那也跟陈行仁针对他所提出的五大疑点 那事实上一一去了解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相关的水质资料目前都是合格的 那至于案管的部分 是有一只管子 不过那只管子是海水 过去海水的骑水管 他们已经会弃掉了 那这也是最近说要把它拆掉的 我们是交代要把它拆 其实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他可能怀疑错误 也可能哦 因为老百姓他社会大众 他没有充分的资源掌握 我能够可以去追索嘛 但是那条小溪是污染的小溪 我亲眼看到水是源源不断的过来 颜色就是如此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把它变干净 I don't care 你怎么把它变干净的 这条溪 这个颜色你现在去看还是一样 可能是别的地方污染了 那这个可能民众的这种要求是 是冤枉了当事人 我同意 我只在乎 使用者的角度 社会的角度 弄干净 你弄不干净 你就知道有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嘛 虽然您刚刚讲说 要从系统性 从上到下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者 老百姓非常简单 从下到上 我看到的地方是干净的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希望冤枉当事人 我想这个个案 我们当然一定是继续了解 我个人理解 这个陈情人最近又有来陈情 所以这个 我以前在其他的单位 就是研考单位 我们对于民众的陈情 都是要立即处理 并且专案列管 所以这个事情我回去会继续列管 一定要看出来 本期在这半年之中 一定会去花莲一趟 因为我的植物需要 我一定会去花莲一趟 我再到那个地方看到 如果半年之内 那个地方还是这种颜色的话 我还是可以继续执行 这个环保署的 这样我给您报告 我也看了那个电影 叫做看见台湾 那我们很多这个所谓的污染 就是因为那个颜色很清楚 我到了书里面 我特别讲一个部分 还要看不见的台湾 也要注意 因为有的是用颜色来呈现的 看不见的部分 离子的部分 它有毒性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全部都要很重要的监测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地区 当然您说是花莲西 我以前是做花莲地区的论文的 大概也到过这些地方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所谓台北北边这边 有阴阳海的问题 阴阳海的那个问题 现在并没有矿产 可是你会看到水色 好像说两边就不一样 所以有的东西 可能是大自然的背景值 我出生在阴阳海 我认为已经好多了 我已经看不到阴阳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沉电筒不见了 已经没有沉电筒了 了解 所以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们希望的就是看到那样子 一个逐步的改善 如果说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污染的话 老百姓它耿耿于怀 老百姓不晓得 重视它可能说你这是泥巴水 也是浑浊的 对不对 它是安全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就是一个要求 我们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毒害或污染 一定要追究源头 并且处罚那个安排的 或者恶意排放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不太了解这个环保署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那个想法就是有关这个 毒性的这种所谓 我们有一个所谓应变小组 那这个应变的小组 过去都是用委外的方式 我们用委外的方式 长期委外 而且交付给不同的大学 北中南 有三个大学 在处理这个所谓 这个化学毒性的应变 到底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当然学校没有问题 它有专业性 可是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如果已经变成一个常态的 需要的一种工作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在政府组织里面 不能成立这样子的 一个工作团队呢 我分两个方向来回答您的问题 上个星期刚好在桃园 有一个万安演习 里面就有这个毒害事件的发生 我记得我在现场看了 事实上有我们环保署 专属的团队 有到达现场 也就是说在建制之内是有的 但是另外一方向来讲 我们必须善用民间学界 各方面的力量 所以在全省各地 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这个团队 在目前的组织的改造的 这个一种理想 或者说一种精神来讲 我们是所谓去任务化 地方化等等 主要是要让我们政府机关呢 能够就是减 怎么说 减肥啦 那但是外包或者委托 不代表我们就可以 卸掉我们尖头上的责任 我们的监督设计规划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从这个96年开始 除了一个北部地区是 原先是由工研院 后来转换成一个大学以外 97年到102年 每一年都是相同的学校 来承包这样的工作 它有好处 有好处 他们很熟悉这些业务 但是也有缺点 会不会音循下去 对不对 到底你这个工作的 本身这个 只为毒灾应变小组 这个反应团队 到底要怎么样来运作 你有没有建立一个 只好减合的机制 还是就是说 哎呀方便 这个公务人员办事 上一个年度是这样 下一个年度也是如此 这样不行的 我以前在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只是提醒 署长 谢谢谢谢 我们应该是每两年 都有一次 再重新公开造标了 那必须要 就是地方和中央 都是有这些规定 因为我看了这些学校 我不觉得 其他学校不够资格 我并不是在拉生意 而是说 我觉得这个机会 这个是有疑虑的 就是到底在怎么样思考 对我们得到标的团队 他要继续 就是精进他的能力了 最后一点 我还是一样的交接 这个沈署长 他曾经 前署长 他很积极的 这样思维 至少在思维上面 因为在动作上面 我们看不到具体的 就是有关电动车 这样子的一个部署 那么 从摩托车开始 或者是汽车 或者是公共汽车 对于电动车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推动的 电动车 我们目前在新北市和高雄 都有一些示范计划 那么高雄那边 目前的数字 已经有400多辆 在新北市 大概有将近200辆 这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设立 那个电池的交换站 那目前我个人看这个事情 就是规模还不够 这个我们可以用 台北市U-Bike的情况来看 台北市U-Bike 因为我前几年在那里服务 开始的时候 只有在信义区 变成也是一个问题 但它等到扩大以后 就变得现在 变成一个风扇 也很好 我想这样的例子 可以来学习跟援引 但是我们一开始 不能很大面的赶快去铺 应该用一些试点 把这个里面的环节做好 这一句话结论 时间已经到了 我希望你讲的这种东西 这种道理是有的 但是有的时候 没有经济规模 它是不可能出现 是的 好不好 要做就大笔做 是 经济规模非常重要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